這個VBA怎麼做 第一個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年齡的旁邊多增加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就是年齡好了 一個按鈕就是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說呢 把這個範圍再又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就兩個按鈕 這兩個按鈕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 你要先把什麼開發環境 這邊好像有個開發環境要叫出來 一請你先到這個上面 其他命令 找到什麼呢 制定功能區的開發人員 第一個開發人員出來了 所以其實啦 以後如果你要用Excel 一定要記得會有這個功能 表示你是開發人員 而且你有把開發人員打開 你的level就是不一樣 真的 如果你在辦公室裡面 我發現有些東西 因為我其他地方上課 很多上班族都是勾心鬥角的 互相會瞄一下 你有開發人員 表示說你有在學了 而且很多人會之所以要學VBA 都是因為看別人已經會了 他不會不行 還有甚至是其他公司 公司跟公司之間也會比較 像我最近在那個統一證券 他們找我去上這個課 統一證券 應該算排名還算蠻大的證券公司 他們就是因為別的證券公司都已經會這東西 但是他們公司還沒引進 所以就找我去上這個課 所以你會發現 這東西如果你會的話 至少你有很多地方管道 可以進到很多的公司 好這第一個開發人員 第二個的話我要怎麼樣在這邊加 那你切到Visual Basic 記得第一步一定先從模組開始 所以插入模組 再來的話產生一個年齡 向下全部把公司丟進去 如果這個你不會寫 其實你可以有一招 直接拿什麼呢 拿上個禮拜 雲端白板有102有沒有 這邊下面呢 你就移到最下面 會有一個VBA的程式 其實你可以 有沒有這邊有個清除 這邊有個學習成績 你可以拿這兩段有沒有 Ctrl C 拿來做什麼 修改一下就好了 其實有時候程式用 所以很多工程師都是 簡簡貼貼改改而已啦 OK 並沒有你想像中這麼厲害 因為我問了好多工程師 你現在會不會重頭寫 他說不會 我都拿別人來改 而且是一個 才算資深的工程師講的話 OK 這真的不誇張 所以你也不要想說 工程師都很厲害 沒有啦 很多都很會改 也許有 甚至有些人是Google找到的 但是功力差的就改不出來 功力好一點 可能就很容易改出來 好那 這地方的話要怎麼改 1 把這兩個字改掉 有沒有 sub這邊改什麼 年齡 2的話 for i 等於2到最下面 最下面一列呢 我們Ctrl向下 120對不對 所以請你怎麼樣 把這個數字改成120 那再來的話要丟到哪一欄 丟到是C欄 所以請你把這個改成C 後面雙引號裡面東西拿掉 改錯了 改錯了 改要改對 不然有時候改錯就麻煩了 然後再把這個公式裡面的東西 Ctrl C 取消一下 把它怎麼樣 這邊怎麼樣 Ctrl V貼上 那因為呢 這個數字 這個C2向下 C3 C4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這個C後面這個數字要變I 因為它會變動 所以雙引號雙引號移到中間 And And 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呢 把And的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搞定了 那這個做完之後 這邊也一樣 如法炮製 不過改完之後 還有一個地方要改 什麼地方 這邊裡面有雙引號 如果你的公式裡面 假如有這個雙引號的話 記得貼上之後 請你把這兩個 改 就是雙引號的部分 再多加一個 一個變兩個就對了 那為什麼一個要變 因為它沒有辦法區別說 你這個雙引號是裡面的雙引號 還是外面的雙引號 所以如果我變成兩個 它就說這裡面 這個是公式裡面的 不然你會發現VBA本身 也會有雙引號 它就會搞不清楚 裡面跟外面的差別 OK 所以這邊可能會多一個規則 雙引號 如果公式裡面有的話 請你貼上 記得把它改成兩個 這樣就OK了 改兩個地方 一個是 I的部分改一下 雙引號改兩個 OK 然後這邊的話 一樣改什麼 120 這邊的話 Delete就不是H欄 而是D欄 寫完之後的話 其實我剛剛都用改的 如果你要用自己寫的就OK 執行一下 不見了 執行一下 又輸出了 那當然將來你不是說只是這樣子就算了 因為如果你要讓它執行方便的話 還是需要什麼 在這邊變成按鈕 所以其實只要是Sub的話 一個Sub就可以變出一個按鈕 有沒有 這兩個 所以如果我要變兩個按鈕的話 我的習慣是這樣 一切到這邊 開發人員呢 在開發人員這邊有個插入 表單控制箱裡面按鈕 有沒有 這個地方 再到這邊拖拉一下 按鈕大小你自己決定 選擇年齡 把年齡兩個字複製一下 確定 再把年齡兩個字貼上 OK 其實複製主要目的是貼上而已 再來因為清楚要跟年齡長得一模一樣大 所以我的習慣是把這個複製 貼到底下 為什麼要貼呢 因為你下一次 如果你用這邊再拖拉的話 可能長得就不一樣大 可能比較寬啊 比較高啦 如果說你要確保兩個都長一樣 你可以拿這個複製貼上 再按右鍵 指定聚集 重新指定清除 重新去複製清除 然後把這邊給刪掉 這樣的話呢 我們試一下 清除 年齡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以後的話呢 就有這東西出來了 一樣的方法啦 開課 這個期別 我也希望這邊有個什麼 結束日期 按下去 全部不見 再一個清除 又不見了 先清除 再 結束日期 OK 我想這個部分請各位自己再去改一下就OK 來 畫面還給各位 試一下 這個是延伸 那個上個禮拜那個VBA 102 我是直接把102的程式拿來修改 當然最好是如果你可以的話 自己重新撰寫 當然是最好 閉上 佐 10 感谢观看